我在台灣已經25年了 我常參加研討會 政府官員 新創公司 做品牌的 常常都問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台灣人做國際行銷做得這麼爛 我常常聽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不是真的 台灣有某種特殊的因素 國際行銷做不好 是華人的文化的一個因素嗎 是因為台灣都是OEM起價的 都代工起價的 所以沒有學好國際行銷 國際branding方面的東西 我到最後發現這個問題問得不對 其實台灣做國際行銷 做品牌跟世界其他的國家 沒有什麼不良樣的 沒有什麼好壞的問題 我舉幾個例子 我接觸過的第一個客戶 是一個德國的公司 他是做外科醫生用的放大鏡 做一個非常漂亮的logo 非常漂亮的一個網站 然後他的產品也非常好 有很多種不同的功能 可以設定外科醫生的頭 他的視力等等 然後他去賣的時候 發現沒有人去買他的產品 他花了五年的時間 沒有人對這個產品有任何興趣 他整個品牌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完美 符合所有的國際品牌的概念 但是就是賣不好 為什麼 他來找我們 我就說 你有沒有問過外科醫生嗎 你有沒有問過醫院嗎 他說沒有啊 我們這個產品是公司裡面設計的 我覺得非常好 我們裡面有個顧問 他是外科醫生 長哈短說 我們到長根醫院 跟外科醫生討論的時候 每個外科醫生說 這個產品非常好 我很想要 但是我不能買 因為你的產品 設定之後 只有一個醫生可以用 而我的醫院很吝嗇 很注意成本 他一個OP 只會買一台 所以你這個產品不能客製化 我不能買一台給每一個外科醫生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他們改變產品的那個設定 現在一台最多二十人可以用 就賣得很好 日本的Kikuman 將有到美國 開始賣的是二十年前的設計 一直賣不好 他一直放廣告 介紹日本的飲食文化 日本的豐數 日本的Kikuman公司的傳統 還是沒有人去買 到最後 僱用洛杉磯的一個顧問公司 說為什麼賣得不好 他們花了大概一百多萬美金 去做市場調查 發現 美國人不知道怎麼用 醬油要放在哪裡 搭配什麼食物 所以他拍了一個廣告 裡面一個小女孩 把醬油直接倒在飯上 我們覺得很奇怪 你拿一碗白飯 直接把醬油倒上去 從這一天開始就賣得很好 你到現在 在美國任何一個 中式的餐廳 你會看到美國人 把醬油直接倒在飯上 我之前擔任奧地利觀光局在台灣的代表 奧地利觀光局 他們準備非常多的廣告資料 奧地利的非常美麗的環境 我們有多少博物館 我們有多少教堂等等 放在他們的網站上 然後叫我現在提升台灣人去奧地利旅遊 我看了一下他們的網站 我說 你第一個要做的 你要把這個內容完全改掉 他說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去奧地利旅遊 他一定要自理 他一定要知道 哪裡好吃 哪裡可以買東西 他不會一天到晚去爬山 對不對 去年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附道案 也是台灣品牌發商計畫的一個案子 是一個做足跡版的公司 叫華慶科技 所有的歐洲的代理商跟歐洲的 客戶都告訴他 歐洲人很忠實環保 所以你們的產品一定要符合所有的 那個環保的規定 但是一直覺得環保 足跡版和環保 真的很重要嗎 所以我們做了市場調查 發現一般消費者 對電腦的耗電量 跟足跡版本身是不是很環保 完全沒有什麼意見 所以你從市場得到了不同的錯誤的訊息 只有市場調查 真的了解你的客戶的時候 你的品牌才可以成功 我再加上剛剛台灣精品的小姐 第一個手機最便宜 第二個是有品牌 第三個是Samsung 但是如果你的手機爆炸 自己燃燒 你的品牌再好也沒有用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品牌已經死了 一般的消費者已經不信任品牌 除非你的品牌從頭到晚 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你怎麼馬上做 你做國際行銷的時候 不管你是台灣公司 你是外商公司 你一定要了解那個市場 你了解那個市場 只有一個方法 你要跟當地人溝通 你要爭取當地人的意見 不管是顧問公司 或者是當地的專家 台灣人跟德國人跟澳地利人 所以我到最後做了 我剛開始 我問這個問題 台灣人做國際行銷 真的是比別人差嗎 我發現只有一點 台灣的公司到國外市場 常常忘記這一點 真的找當地的專家 找國外的專家 來聽聽他們的意見 其實台灣人跟德國人 跟我們澳地利人 有同一个毛病 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 我们很会做产品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 消费者怎么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公司 各国品牌行销国分公司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外国人主厂的 我们发现我们的专厂 就是在做这个部分 真的帮厂商了解 国外市场 国外消费者 他们真正重视哪一种 产品的哪一种性能 这个才是品牌最重要的价值 你的logo 你的网站 你的设计做得再好 还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常常辅导一些OEM 从来没有做过自由品牌的一些厂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们品牌新销国分公司 有自己的制片公司 所以我们会做影片 去年 有一个做代工 做了20年的一个厂商 他说 我们现在开始要做自由品牌 我们做了分析 我们到这个公司去听听 他们员工的意见 我们发现 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你最大的挑战不是你的产品 已经做得非常好 它是全世界第一大 做这类产品的公司 你的售后服务也做得非常好 你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是 他的员工不认同 他自己是一个品牌 因为他们全部是工程师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们为这家公司做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 不是给客户看的 不是做行销 这个影片是给自己的员工看的 因为你从OEM 从代工 转型为 自由品牌 第一个要说服的人 是你自己的员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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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great? What are our foundations? Our spirit of heritage tells u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re bedrocks of everything that we build the craftsmanship the details the knowledge this is what built our world-beating company but this is not enough we must dig deeper finding out what's worked and build on this for our future it takes endurance the strength that keeps us working toward our goals just like those that we serve performance working as a team creating the machines that make you perform best and perseverance solving every challenge not shrinking from adversity we are here determined to defy all obstacles what lies within us is what makes us strong and makes us continue the foundations are laid and the future is now the new spirit of spirit is within you it is within us let us keep going endurance performance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you us our heritage our spirit 做一個好的品牌 不是從logo的設計開始 不是從網站的設計開始 做一個好的品牌 是從了解自己的公司開始 是從說服你自己的員工 你自己的工程師 你自己的行銷部門 讓他們了解 你自己的公司的品牌 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所有的行銷 所有的branding 都是要從這個自我了解的階段來開始 謝謝 謝謝